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最近最熱門的影集,應該是非《想見你》莫屬了吧! 這個影集的劇情錯綜複雜,但多虧了編導的強大功力 不只讓觀眾有一直追下去的動力,還會越看越好看 並且越來越佩服散布在劇情中的各種細節和伏筆 為了幫助觀眾跟我們自己更加理解劇情 我們之前曾經推出過兩支《想見你》的血腥影片,也都受到了很大的迴響 不過因為穿越本身存在著許多邏輯上的悖論 所以在觀影時很容易跟不上劇情 在看過了許多穿越題材的作品之後 我們自己曾經歸納出一套系統用來協助理解這類的燒腦劇情 首先我們會找出穿越機制,也就是角色們是用什麼道具來穿越的 接著會找出穿越規則,也就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可以穿越 再來要分清楚是哪一種穿越 是平行宇宙之間的穿越,還是單一宇宙之間,純粹時間上的穿越 而穿越事件的影響還可以進一步分成 因果關係會不斷重複的封閉時間循環 以及會造成不同結局的開放時間軸 最後也往往是理解劇情最關鍵的一點 就是同一個角色能不能同時出現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想用剛剛介紹過的方式來解析一下《想見你的穿越》 並且對比一下近年來我們覺得最燒腦以及最喜歡的四部穿越題材作品 帶大家一起解析,它們各自不同卻又讓人著迷的穿越機制以及燒腦劇情 這幾部作品,不管是戲劇還是電影,都受到了許多肯定 我們自己也非常推薦 如果你還沒看過或是想要重溫的話 現在它們全部都可以在myvideo影音平台上看到了喔! 而且現在註冊myvideo的話 就可以享有七天音樂租館免費,還能夠領取10元的看片金喔!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請先打開字幕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影片上線時的通知囉! 從去年底播出之後就掀起熱議的台劇《想見你》 是由柯家燕、許光漢還有施博宇三人共同單綱演出 一共有13集,目前已經更播到第10集了 但精彩絕倫的劇情線,讓觀眾都煎熬地等待每一週的更新 女主角是27歲的黃雨萱 原本過著幸福美好生活的她 事業有成又有全心愛她交往七年的男友王全勝 但在男友因空難身亡之後 她失魂落魄地活著,回憶著那些有如夢境的過去 後來當她收到了一台隨身聽跟紅耳機 聽著吳白的《Last Dance》思念著王全勝 她的靈魂居然回到了1998年 穿越到了另一個17歲的高中女孩陳韻如的身體裡 還在學校遇見了跟前男友王全勝 長相跟聲音都一模一樣的男孩李子維 在黃雨萱過著陳韻如人生的這段時間裡 她得要找到穿越回2019年的方式 以及找出陳韻如即將被殺害的真相 但接下來我們卻發現了許多驚人的秘密 《想見你》絕對不是一出女主角穿越回到過去 跟兩個17歲小鮮肉談戀愛的老派連續劇 也不僅是柯南抓兇手的懸疑劇集 因為除了女主角 還有另外兩個人的靈魂也會穿越 而且每個人的穿越 都有很強烈的動機與任務 所以觀眾的視角也會跟隨著這些靈魂 去體會到他們的情感與掙扎 許多貫穿全聚的彩蛋 多人的靈魂穿越 再加上各自在不同時空的任務也大不相同 讓《想見你》有著更大的格局傳達了更深層的意涵 唯一的壞處就是真的很難用一句話說明這一齣劇 我不懂 如果你有興趣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先去幫我們看這部影集做的無雷濃縮簡介 追完了10集之後 可以再來看我們做的角色扮相與時間軸解析 相信再來看最後的3集會更有感覺喔! 在看《想見你》的時候 我們腦海中一直出現這部電影的情節 故事敘述一位名叫做南山高壽的美術系大學生 今年20歲 某天在上學的電車上 她遇見了跟她童年 一位名叫做福壽艾美的女孩 高壽對艾美一見鍾情 在鼓起勇氣告白之後竟然也成功了 兩人就開始了正式的交往 但奇怪的是 艾美總是在一些很特別的時候哭泣 像是高壽告白的時候 兩人第一次親吻的時候 或是艾美第一次幫高壽解頭髮的時候 有一天高壽無意間看見了艾美的一本筆記本 上面竟然記載了兩人交往期間每一天所發生的事情 包括了還沒到來的日子 隔天見面時 艾美將真相告訴了高壽 原來艾美來自一個平行的世界 在那個世界裡 時間跟我們的世界是相反的 而每隔五年 兩個世界會有30天的時間重疊 而艾美就是趁這個機會來到了高壽的身邊 但因為兩個世界的時間是相反的 高壽第一天見到的艾美 其實是經歷了兩人30天交往過程的艾美 所以對那個艾美來說 高壽跟她告白的第一天 就是她還能夠見到高壽的最後一天 這也是為什麼當高壽告白時 艾美會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不過兩個世界的時間相反 每一天高壽見到的艾美 其實都不是昨天的那一位 例如高壽前一天牽了艾美的手 但是對於隔天出現的艾美來說 跟高壽牽手卻是一件還沒發生過的事 而艾美為了要確保她跟高壽相處的這30天 能夠留下完美的回憶 每一天她都細細地閱讀還有記錄所發生的事情 並且盡量讓兩人的相處能夠按照規劃進行 即便艾美早已經知道 最後兩人終究是無法在一起的 發現真相的高壽心疼之語也感到難過 所以決定不管還剩下多少時間 都要好好地珍惜眼前的艾美 盡自己一切的力量 替她留下美好的30天的回憶 不只如此 在電影劇情發生的這段時間之前 高壽跟艾美就已經見過面了 甚至還救過彼此的性命 兩人的命運其實早在故事發生之前 就已經緊緊地連在一起 所以就算30天過去之後兩人得要分別 但之間的牽絆卻也不會斷 形成了一個永無止盡的封閉時間循環 讓艾美跟高壽不斷地相遇、相戀又分離 這部電影知道的人或許不是很多 但卻是我們心中《時空旅行》的神片之一 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 我們建議你先暫停 然後快去買video上看這部電影之後 再回來看解析 但要是你已經看過了 那我們就要繼續囉! 電影敘述 《時空旅行》在1981年被發明出來 美國政府也成立了透過穿越 來阻止重大危機發生的《時空署》 《時空署》一共有11名經過精心挑選的探員 他們能夠使用外型像小提心香的可西式時光機 在1981年前後53年的任何時間中穿越 而故事的主軸分為兩大段 分別是由Ethan Hawke所飾演的資深探員 在某一次任務時慘遭毀容 復原之後持續追捕著他的頭號目標 也就是同樣能夠穿越時空的罪犯《旋風炸彈客》 以及一位由Sarah Snook所飾演的 天生與眾不同的男子John的崎嶇忍生 超時空攔截的穿越發生在單一宇宙裡 因此探員們是在同一個世界中的不同時間中穿越 所做的行為也會影響到自己 屬於因果關係明確的封閉時間循環 而這部片最核心的問題 其實就是千古的大猜問 到底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基本上這部電影最大的謎底 就是每個角色都是同一個人 當初的氣因 在孤兒院長大的Jane 變性成為男人的John 被燒傷的探員 整容變成Ethan Hawke的探員 旋風炸彈客 都是他自己因為穿越到了不同的時間點 做出的行為而造就了他自己 他在毀容復原之後來到了酒吧 招募變成了男人的自己 他帶著自己回到了過去 認識了還是女人的自己 成為了男人的自己 讓還是女人的自己懷孕 生下了自己之後變性成為男人 將自己偷走放在孤兒院 把自己帶回了時空署變成了探員 開始追捕旋風炸彈客 在某一次交手時毀容 復原整容之後回到了酒吧招募了自己 最後終於抓到了炸彈客 但發現炸彈客就是自己 殺死了炸彈客之後 因為穿越了後遺症 精神錯亂而成為了炸彈客 這個循環也將無止境地輪回下去 我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的原因 除了非常特別又極具巧思的劇情安排之外 就是演員的表演了 同時飾演男女兩位角色的Sarah Snook 演技實在太過精湛 演女孩時有Emma Stone的美 演男人時又有李奧納多的帥 真的是讓我們大為驚艷 《時空旅行》一直都是影視裡的熱門題材 不只觀眾買單 有時候甚至還可以成為編導們的救命先單 2019年上映的《復仇者聯盟》 《終局之戰》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靠著穿越梗 不只成功地替11年中23部作品畫下完美的句點 更是一舉拿下了影史最賣座的電影寶座 在《終局之戰》裡 復仇者們為了要扭轉局勢 透過《蟻人》系列中導入的量子領域相關理論 成功地打造出一台時光機 讓他們能夠在不同的時空中穿越 收集無限寶石 《終局之戰》的時空旅行並沒有特定的規則 只要持有足夠的皮膜粒子讓穿越者能夠進入量子領域 就可以在精準導航之下 從量子領域裡特定的時間漩渦到達不同的時空 不過漫威宇宙的時空旅行採用的是多重宇宙 也就是說穿越者來到的時空並不是自己原本的時空 因此在那裡所做的改動不會影響到原本的時空 卻會創造出一個新的時間軸擁有不同的未來走向 也因為是多重時空 同一個時間裡同一個角色能夠一起出現 也讓我們看到了片中那段非常精彩又鬥劇的 兩個隊長對打 以及美國翹臀的戲碼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漫威多種宇宙的設定 是接下來漫威電影宇宙裡面第五階段的重點 也就是說除了新角色之外 這個角色也很有可能會在不同的時空再次登場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致命導演Christopher Nolan的每一部片 幾乎都被影迷們譽為是神片 不只題材新影 引人入身的故事加上一流的導演功力 讓我們對他的每部片都愛不釋手 而其中Sweebo個人最愛的 就是堪稱最接近事實的科幻片《星際效應》 Interstellar 故事敘述在不遠的未來 地球已經不適合人類居住 為了小女兒以及人類的未來 前NASA的太空園Cooper即將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 電影的高潮是當Cooper進入了一個巨大黑洞時 竟然看見了女兒房間中所有的時間點發生的每一件事 雖然電影裡沒有解釋 但這個看起來像立方體的空間 應該是未來的人類開發出來能夠操控黑洞的科技 讓身處裡面的人能夠看到某個空間的所有時間點 不過互動的方式比較特別 只能夠透過地心引力來對該時間點造成少量的影響 因此Cooper才想到了用沙子和手錶的指針來傳遞密碼 《星際效應》採取的是單一宇宙 以及封閉時間循環的穿越邏輯 也就是說Cooper所看到的過去屬於跟自己同一個時間軸 而他在過去的行為也會影響到自己的現在以及未來 也因此當他醒來之後看到年老的女兒 就是當時那個破解了自己在黑洞裡留下密碼的小Murph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覺得腦筋都打結了呢? 我不懂 如同我們所說的 穿越跟時空旅行真的是很燒腦卻又很迷人的題材 如果你喜歡想見你的話 也絕對會喜歡今天介紹的這幾部作品 而要是你還沒看過或是想要重溫的話 現在全部都可以在MyVideo影音平台上看到喔 而且現在註冊的話 就可以享有7天月租館免費 還能夠領取10元的看片金喔!